在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之际 澳门特区中审法院院长陈浩辉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总结道 他表示 过去20年 澳门司法机关始终将切实保障 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有效实施 坚决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的权威 及时解决各种涉及基本法条文的纠纷 和化解各类限制危机 作为自身所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确保了特区全面准确执行基本法 据统计自回归起至2019年11月8号 澳门特区中级和终审法院 审理涉及解释和适用基本法条文的案件289宗 在曾浩辉看来 没有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一国两制就没有根本 目前澳门已初步建立起了 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 法律体系和执行机制 构成了维护国家安全的网络 所有设置 基本上23条规定的 这些犯罪的国家安全法的犯罪 所有设置这方面的案子 必须由中国公民的法官来承判 所有使用暴力的一系列犯罪 根据诉讼法的规定 必须抢劫性的既要故事 如果涉及到有些轻微的或者是为谁的 那按照我们法律的规定 我们初级法院的审判 指定法官用检疫程序 在48小时之内 案子要进入法院开庭 我们应该说有足够的输送手段 和输送体制来应付 挑战国家组成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案子 曾浩辉介绍 特区司法系统十分注重于内地的司法交流 同时也十分重视对司法文员的国情教育 和中文水平提升 以及对一国两制的了解和对基本法的学习 目前澳门各级法院共有司法文员216名 回归至今于内地合办了各类课程 修读的司法文员达235人次 我们从东黄 敦黄 已经去到了这个渠府 孔子的家乡 我们从黄山去到了井甘山 我们又去到 延安 后来又去过 尊业 我们的这个法官基本上每年 去了解国家历史文化 去今天的改革开放的状况 新中国所走过的这个路 都挺有意义的 这些法官都很乐意去 我们的法官 必须充分了解国家 认识国情 掌握一国两制 这个内涵 它的作用 然后建设一国两制里面 可能出现的问题 它有充分的培训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将澳门列为大湾区 四大中心城市之一 曾浩辉表示 大湾区建设是在不同法系 不同司法和法律制度下 开展的区域合作 加强司法领域合作十分重要 澳门与内地 在刑事司法协助方面的安排 有必要尽快启动 特别是同大湾区 相关城市间的相关安排 更具紧迫性 或许在此方面 安排的完整磋商完成前 可以先制定个案协查的 相关制度安排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